大家好,欢迎收听《微读时光》 为您分享溜溜的短篇小说《祭拜》 宋爷爷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心里最牵挂的就是那个小孙女儿 那是她的心头肉 宋爷爷在64岁上就失去了老伴 孤单躺在大床上,很是不习惯 一个人在家待着的时候 觉得房子尤其空荡 以前孩子们都在家 没出去闯荡世界的时候 老伴老说房子小,住不下 该买套大的 当时手紧,大女儿要结婚 中丫头要考研究生 眼看着毕业尽了,也不出去找工作 而小儿子还在读大学 又谈了女朋友,花费场快 自己省一个星期的车钱 全靠骑自行车去上班 省下的钱,才够小儿子请女朋友吃一个汉堡的 所以那时候就安慰老伴 说,换什么房子呀 很快孩子们一个个都出去了 这家就不显得挤了 没想到一语重称 孩子们在未来的没几年里 纷纷就逃出这个小牢笼了 大女儿跟着丈夫去深圳工作 二丫头研究生刚上一年 就出国留学了 最小的儿子刚办了喜事 住在丈人给买的房子里 一个月都难得回一趟 儿子的亲家是个大户 开工厂的 儿子从坛上起 就被人家内定为未来接班人了 明显显得跟丈人家亲近些 老伴一走 宋爷爷开始觉得 当年要三十一厅是个失策 现在宋爷爷打发日子的方法 就是给自己排个表 一个很复杂的表 把三个卧室排成ABC 这个星期睡ABC BACA 下个星期睡BAC ABCB 这个表 我们外人看的话 很是复杂 但在宋爷爷心里很亲切 因为字母排列的样子 一个月下来 把所有的C连接起来 是一朵五角星 把所有的A连接起来 是半朵花的形状 目前就是B没办法 弄成漂亮的图案 主要B是拿来填各个空隙的 宋爷爷跟自己玩这个 勒子布皮 宋爷爷自己尽量多开火 自己收着吃 其实 自己收饭 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一个人 单身 饭菜都不好掌握 去菜市场买菜 跟一大堆老太太挤一起 人家挑个大家钱低的 她挑个小的 便挑便不好意思地说 家里人口少 买多了吃不了 现在她去菜场 慢鱼的老远就会招呼她 宋大爷 今天我特地给您留条小鱼 你看多新鲜 多小 宋爷爷有点哭笑不得 烧一条小鱼 也是吃两顿 荤菜还行 素材有点麻烦 青菜烧豆腐 第一顿看着菜碧绿 豆腐雪白 到第二顿上 菜叶就发黄了 豆腐也成粉了 让人看了没吃的胃口 有心不想自己烧了 去外面买着吃 现在超市里要啥有啥 素冻饺子 馒头汤圆 挂炉烤鸭等等 宋爷爷不缺钱 除了退休工资 三个孩子都按月 就记心意赖 搞得他连出去 想找份工作 都没借口 他一提想出去返聘 三个孩子 顿时脑子就歪到 老头没钱花了 赶紧追加俸禄 结果是 提三次 宋爷爷的收入 就翻一翻了 吓得宋爷爷 现在索性不提了 宋爷爷有那么多钱 可以做到想吃啥就吃啥 天天饭馆不至于 但算计是一点都不用了 可外头买了吃 那么快就把时间打发掉了 剩下那么长的时间 做什么呢 宋爷爷曾经去过儿子家几回 好像只碰上一回家里有人 而且两人还打扮好了 正准备出去看电影 看老头子来了 赶紧放下包倒茶 家是新装修的 媳妇连皮鞋都没换 就在屋里采来采去 客气的滴瓜子什么的 但皮手套没摘 手里的包没放下 那意思是还等着老头一走 就赶场子去呢 宋爷爷非常识相地 迅速告辞了 儿子问 有啥事 宋爷爷答不出 他不能说 我没啥事 就是寂寞的紧 过来看看你们 于是只好编了个瞎话说 附近路过 顺便来看看 儿子一听说没事 就很高兴 也准备跟媳妇去看电影了 宋爷爷一人坐着 他两人站在旁边围观 宋爷爷只好说 你们快去吧 我这儿也忙着去看人家下棋 别磨蹭了 大家都出了门 剩下的几次 有一回宋爷爷 也没诚心上楼去拜望 就在楼下绕着看看 那都夜里十点半了 窗户还黑着呢 想来两人在外头 还没玩回家 宋爷爷的心空荡荡的 后来 他就找到消遣的筏子了 在家附近的小学门口 看人家孩子放学 那里每天聚集一大堆 老头老太接孩子 好像是老头老太俱乐部一样 宋爷爷也假装自己接孩子 看一个个小精灵从大门里飞奔出来 扑向自己的亲人 人家一个个滴溜着书包 牵着孩子的手 渐渐散去 这个过程 早上一次 下午一次 能帮助宋爷爷大发掉 最少三个钟头的时光 宋爷爷也动过 是不是在找一个老伴的念头 可念头一起 就感觉屋子里有阴气 想来自己的思想不纯洁 老伴生气了 这屋子两人一起生活了十多年 里头每个角落 都有老伴摸过的痕迹 每样物件都是老伴添置 再来个人 老伴能接受吗 宋爷爷生活的彻底改变 是从媳妇开始怀孕起 儿子告诉老宋 爸 您要添孙子了 老宋打心底冒出一股热气 就好像喝了百年古参一样提神 高兴得都不知道怎么答话了 这下老宋有了冠冕堂皇 去儿子家的理由 他每天的日子 开始变得很芬芒 一大早 确切地说 天才蒙蒙亮 他就提着菜篮上市场了 因为去得越早 东西越新鲜 卖鱼地说 宋大爷 今天的小鱼儿 我给你找找看 宋大爷豪气地一挥手说 挑挑最大的 家里人口多了 小的不够吃 鱼饭一面挑大鱼 一面有花没花的搭 怎么人口多了 天孙子了 宋爷爷可高兴了 生怕人不说这个话题 赶紧接 可不是 媳妇怀孕了 我这就是给他买的菜 让他多吃点 吃好点 孩子长得壮 说是预产期 宋爷爷感觉话下刚打开 人家忙别的事情去了 拿着网兜捞鱼呢 根本没听的意思 宋爷爷的一腔喜悦 没地儿扔 然后宋爷爷 就按照他心里觉得 有营养的样子 给媳妇做饭 做饭的点儿要才好 正赶上十点的时候开灶 一切收拾停当 打好包 打个车去媳妇单位 正赶开饭时间 宋爷爷本身不懒 骑车去都行 可怕路上把饭弄凉了 吃了不消化 媳妇拉肚子 那不就是在拉 孙子的营养吗 从知道媳妇怀孕起 宋爷爷就不必 每天去学校报到了 她只要等 自己家的小孙子 出来就行了 耐心 耐心 十个月而已 媳妇到点就生了 是个丫头 胖丫头 一落地就有酒精 哪都圆乎乎的 媳妇太喜欢了 大笑着说 都是你爷爷的功劳 把你喂得这么肥 宋爷爷那个骄傲啊 感觉这孩子 根本就是自己孕育的 因为一直是自己在喂他 至于是男是女 宋爷爷压根不在意 有人看宋爷爷那么高兴 就故意泼冷水逗他 你还那么高兴 你们老宋家的根 到这代就算是句号了 宋爷爷愣呵呵地回 什么男啊女的 我不挑 是个孩子就行 儿子媳妇都忙 亲家的厂子生意很好 脱不开身 就拜托给老宋说 孩子你能不能替看着 我们出保姆费 但家里没个老人不行 免得孩子给拐跑了 宋爷爷那个激动啊 心说 你就是不出保姆费 我也乐意啊 于是满口答应说 没问题 放心吧 小保姆春花 小孙女慧慧家老宋 这个屋子又人多了 忙得不可开交 刚开始儿子媳妇 不好意思 完全劳动宋爷爷 说晚上我们接回 白天送来 宋爷爷就很讨厌天黑 天黑了 孩子和保姆就走了 家里又只剩他一个 有一天 儿子电话来说 今天不接会会了 我们有事情 晚上放你那里 宋爷爷赶紧接口说 你们忙你们的 甭挂着孩子 有我呢 儿子来接孩子的次数 越来越少 慢慢成全日拖 到周末才接走看看 所以现在宋爷爷 最不喜欢的日子 就是周末 孩子长牙了 整天见了爷爷 就口水滴答地啃上去 喷爷爷一脸吐沫 真香 爱死那团肥肉肉了 孩子认人了 爹娘一来 孩子就把头 赶紧埋进宋爷爷怀里 而爹娘把孩子 送到宋爷爷家的时候 刚埋进门 孩子就伸俩手要抱了 嘴里还委屈得不行 乱哼哼 疼死个人 孩子会爬了 宋爷爷把家里 所有的家具腿 都包上软布 给孩子买了副护膝 孩子会站了 宋爷爷开始觉得 腰力不够 因为老是半弯腰状态 护着孩子不撒手 怕摔着 孩子睡觉 宋爷爷就叫他 躺自己身边 不给保姆 保姆说 爷爷累了 爷爷歇歇 宋爷爷赶紧说 不累不累 摸着孩子踏实 孩子会说话了 第一个会喊的人就是 爷爷爷爷爷爷爷 因为每天听得太多 宋爷爷活得 很有精气神 抱着孩子出去的时候 感觉他有被 同龄人认同感 也是交流 啥时候出疹子 啥时候添米糊 一溜达 就溜达到天黑了 推出去的小车 像个货车一样 上面什么都有 几块磨牙饼干 一个香蕉 三瓶牛奶 一罐保温杯的满水 尿布五块 湿纸筋一包 和换洗衣服若干 每天一把小车推出来 孩子就乐了 伸两手一张 开始爷爷爷爷爷爷爷 宋爷爷就会说 走 咱们旅行去 宋爷爷好像 把这一辈子的话 都跟这个小可人儿说完了 真是这一辈子 都没现在唠叨 他抱着小丫头 还在学校门口等 不过这次 可不是空手等了 而是学前教育 胖鸭鸭啊 等明儿咱也大了 咱也上学 爷爷给你买 买哈喽气气猫的书包 买一名老鼠的文具盒 买花花裙 买花头绳 你看 那个姐姐头上蒙的头巾 可漂漂呀 以后咱也买 哦 现在就想要啊 别指别指 只人头不礼貌 明儿爷爷就给你买 咱现在头小 带不上爷买 放家里好看 宋爷爷一点意识不到 自己现在就跟画牢一样 胖鸭鸭长一副 跟他爹一样好看的 双眼皮大眼睛 一笑起来弯弯的 高兴了会哈哈大笑 使劲挺肚子往后仰 有一点点高兴的时候 就蒙着嘴偷偷乐 把头都趴在爷爷肩头上 很温暖 爷爷太喜欢了 有时候会认真告诉鸭鸭 鸭头呀 咱长大了要努力学习 上北大清华 跟你二姑一样 去美国都说 爷爷给钱 鸭鸭要天上星星 爷爷都搭梯子给你摘 你说你啥时候要 有时候又叹气说 鸭鸭啊 爷爷的愿望一点都不远大 要是能活着 看到你上大学 爷爷就满足了 要是能看到你大学毕业 爷爷就赚了 要是能等到鸭鸭结婚 爷爷就成老妖怪了 要是等鸭鸭生出个小鸭鸭 嗯 那时候爷爷得上一百岁了吧 还能认识咱胖鸭鸭吗 哈哈哈哈 鸭鸭也哈哈大笑 祖孙俩快乐极了 上天没给宋爷爷 是先冤枉的机会 鸭鸭刚会撅着屁股扭几波 宋爷爷爷就觉得 自己精神头不济了 抱一会儿就累 当然 鸭鸭也够胖的 一岁半不到就三十斤了 爷爷于是感叹 鸭鸭啊 爷爷老喽 看样子 等不到鸭鸭生小鸭鸭喽 抱一会儿 歇一会儿 可鸭鸭走一走也就累了 又伸手摇抱 宋爷爷就再抱一针 没两分钟又累了 就哄鸭鸭鸭说 咱坐坐 坐坐 看看鸟 看看花 不要啊 鸭鸭不喜欢啊 可爷爷累了啊 爷爷抱不动啊 好好好 咱抱着走 走 你说去哪儿 菜市场看鱼 哎呀 那太远了 爷爷走不过去 怎么办呀 一定要去呀 好吧 咱们去看鱼 爷爷就是爬 都爬过去 你把爷爷当马骑算了 好不好啊 宋爷爷发烧了 在去医院检查的时候 被告知干挨晚期 没多长时间的寿命 媳妇怕爷爷传染给孩子 就把胖鸭鸭抱走了 宋爷爷躺在病床上 怎么老听见鸭鸭在喊 爷爷爷爷爷爷 宋爷爷跟媳妇说 我想鸭鸭了 你哪天抱来给我看看 媳妇说 鸭鸭现在好着呢 外婆不在工厂坐了 在家看鸭鸭 您甭担心了 这是医院 孩子还是少来的好 宋爷爷说 鸭鸭晚上睡觉 老左侧睡 你让你妈给她经常翻身 女孩子要头型好看 脸型好看才美 媳妇说 知道了 宋爷爷说 那 带点鸭鸭照片来 我想她了 媳妇总是忘记 每次一进门 就赶紧抱歉说 下次一定带来 媳妇一走 送爷爷 背过身去 就掉泪 真的很想鸭鸭 鸭鸭晚上伸手一摸 爷爷不在 会不会哭啊 媳妇终于 带孩子的照片来了 真是好看 那眼睛 像是看着你说话 那小嘴 翘翘 那小手 都是肉窝窝窝 真像抱在怀里一样 宋爷爷很低声 恳求儿子 把鸭鸭抱来 我看看 我不传染 没几天了 儿子说 行 我礼拜天给抱来 周日 儿子带来摄像机 给宋爷爷看一段 鸭鸭在外婆家的录像 却没把孩子抱来 鸭鸭好像有点瘦了 宋爷爷问 没事 小孩子现在正抽条 运动多都要瘦 再说 小丫头那么胖干什么 鸭鸭怎么这么长时间 都不笑啊 他以前每天都笑的 你告诉他爷爷生病了 没 他那小屁孩 懂什么是病呀 他笑的还是挺多的 就是拍他的时候 他注意力都盯着摄像机 自然就不笑了 怎么没把鸭鸭抱来 他姥姥不让 说拍录像来看就行了 宋爷爷要求抱鸭鸭来看的声音 越来越低了 后来就不要求了 只是每天反复翻那几张照片看 睡觉的时候 也握在手心里 宋爷爷在清醒的时候 跟儿子媳妇嘱咐说 等我过去了 你们记得 常来给我上上坟 带上鸭鸭 别让我牵挂 儿子说 爸 你胡说什么呢 你这好好的 宋爷爷最后看到鸭鸭的时候 已经是浑身都插满管子了 他张开眼睛 看见痛哭不止的鸭鸭 哭得鼻涕眼泪都挂满身 衣服都湿了 送爷爷张张嘴说 鸭鸭别伤心 爷爷会一直看着你的 爷爷不走 护士说 老人好像有话说 嘴动呢 儿子凑近听 听不出什么 姥姥抱着孩子 鸭鸭一直哭 姥姥说 鸭鸭这是给吓的 小孩子 哪见过这呀 赶紧抱走 宋爷爷模糊地 看着鸭鸭两腿乱踢的 给抱出病房 媳妇问儿子 今天是七七吧 儿子说 是啊 媳妇说 去坟上看看你爹 儿子说 家里看就行了 那么大老远的 家里不供着照片吗 媳妇说 哎 我是想带鸭鸭 去看看爷爷 爷爷那么喜欢他 最后的日子 大家怕传染 就把孩子跟他隔离了 他该多想啊 其实 我查了 肝癌不传染 儿子说 还不逗你妈 你妈说不让 就只好不去啊 总不能惹他不高兴 以后鸭鸭还指望他戴 不能为个故去的人 得罪现在的人 媳妇说 今天去不去坟上上点香 儿子沉淫了一会儿说 去吧 带上鸭鸭 宋爷爷 并没有走远 对他 选择蛮难的 他快点往前走 就看见老伴了 可他舍不得压压 就在荒郊野外乱瓢 这魂魄也是话题为牢的 谁先到 谁先站着 跟猫一样 宋爷爷心去乍道 被鬼打得到处乱跑 如丧家犬一样 有时候一不小心踩错线了 被一群野鬼围着抱打 浑身是伤 不过还好 马上就能见到鸭鸭了 鸭鸭来了 被儿子抱着 小东西可怜了 被迷不振 腿上还有一块擦着紫药水的伤 这是怎么弄的 怎么看孩子这么不仔细呢 宋爷爷胸中郁闷 有火不能发 鸭鸭的小手摸着墓碑 手里还拿着一朵野菊花 鸭鸭的小嘴亲在墓碑上 舌头也过来了 宋爷爷内心温暖 觉得肩头的伤也不那么痛了 这么多天的游荡 也是值得的 鸭鸭 脏 别舔 媳妇赶紧把鸭鸭抱起来 拿块手巾擦擦鸭鸭的舌头 还硬掰开孩子的嘴往里擦 鸭鸭先是拧头 后开始放声哭了 小孩子 不能那么硬弄 要弄伤的 你看你看 打恶心了吧 宋爷爷急死了 爸 今天是七七 过了今天 我们得过一阵子才来看您了 清明再来 鸭鸭 跟爷爷再见 鸭鸭抽木杯灰灰胖手 宋爷爷也走了 好了 地盘还给你们 我撑着几天 就位看看鸭鸭 清明前一天 宋爷爷就赶紧奔回来了 还带着老伴 你等等 等下鸭鸭就来看我们了 我跟你说 鸭鸭可好玩了 惊动 啥都懂 我去找你的时候 他还舍不得 哭呢 老伴也是焦急等待 儿子带着鸭鸭和媳妇一路过来 鸭鸭长高了 会说不少话了 会唱英文歌了 鸭鸭围着坟头采花 像花蝴蝶一样 真想伸手抱抱她 儿子将随身带的水果和肉什么的 外带一束鲜花 摆放在坟前 最后全家磕头 说了句 爷爷拜拜 我们明年清明再来 天哪 一年 新年为什么不来 国庆为什么不来 中秋为什么不来 鬼节为什么不来 宋爷爷依依不舍地 也不三回头地走了 如此三四年 这一年清明 宋爷爷早早又来分头等着了 老伴不愿来 那边正搓麻将 下不了桌 宋爷爷想了想说 你不去我可要去 我一年才见那小东西一次 错过了 就得等下一年了 今年牙牙到夏天就上学了 成大孩子了 我得嘱咐嘱咐她 奶奶一边丢八柄 一边说 好啊好啊 你就说 奶奶祝愿她健康成长 宋爷爷半夜就坐着等 天瓦凉瓦凉的 儿子好多年没烧背心来了 所以就穿件衬衫 露水把宋爷爷眉毛都打湿了 早上九点 远处来了个陌生人 边低头寻找 边查手里的单子 估计是新人上坟 陌生人走到自己坟头上 先居一躬 宋爷爷笑了 小家伙 你找错人了 没镜像片吗 宋新明先生 及王秋明女士 你们好 我是清明电子祭拜公司的员工 今天 我受您儿子媳妇之托 前来为您上香 这是价值499元的贡品 请查收 烤鸭一只 红烧肉一碗 橘子四个 香蕉重一公斤一串 印度天柱精品共香一数 现在几点仪式开始 陌生人点上香 从包里掏出一张纸 宣读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们一切都好 鸭鸭已经报名上小学了 在市重点南门小学 大姐和姐夫年初办好了离婚 不过姐姐在经济上 没吃亏 孩子归姐姐了 不用担心 我会照顾姐姐 二姐找了个老外 打算年底完婚 到时候会来这里看望二老 今年我们都太忙 抽不出空来拜完二老 幸好有电子祭拜公司 替我们完成心愿 希望二老不要计较孩子的不孝 九旋之下保证身体 2006年4月5日 陌生人宣读完 赶紧把香灭了 把贡品收进包里 又拿着号 继续寻找下一个受托之坟 不久 声音从后一排响起 只是名字换了换 一样的贡品 一样的香 只烧了一截而已 这倒真是一本万利 根本是五本生意 就这样了 宋爷爷有些枉然 不知道自己在等待什么 我以后大约 就再也见不到鸦鸦了吧 也好 我终于可以不用赶夜路走九泉了 了了了 再见了 我的小鸦鸦 爱你的爷爷 过来 我现在说 我爱你 你们我爱你 有点 我爱你 我爱你 你只能够 感谢观看